多謝第四部分,不好意思 真的低起心肝去整理了那個環境 自己家裡的環境可以整理的時候 如果你連家裡都整理不了沒有一個秩序的時候 你又怎樣可以要求自己有新的能量 不好意思,你回來了,報律師本用英文用得多 所以我剛才先去拍英文,再拍廣東話 你怎樣可以要求新的能量進來呢? 因為舊的能量都還在滯留不思見 能量是能量 你可以用水晶去整理也好 你可以用好其他 你可以用燒薯尾草 你可以燒艾 這些也是需要做的事情 但我這個影片只是說實質 我們現實 物質世界 我們可以真真正正 手摸到做到的事情 去開始 所以我們怎樣去放下 最後我想說的就是有很多東西 就是別人送給我們 結婚禮物 不知道二十年前的生日禮物 最好的朋友送給我 現在已經不知道去哪裡了 我唯一的就是剛才說過 拍一張照片 收錄一張照片 放在硬碟裡 就丟掉那塊東西 或者送給別人 因為可以令到那件物件 讓別人可以欣賞而用 用得好的筆是更好 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我會覺得應該是去放下很多東西 由物質世界開始 因為剛才我說過 我離家出手的時候 我發現我什麼都不需要 去到一個新的家 什麼都沒有 除了一張床 買了一些衣服 然後我發現 其實真的什麼都不需要 除了一張床 一些衣服 我已經有瓦頂遮頭 我其實已經可以很感恩 那些物質的東西 當然我現在家裡 已經有很多東西 又是 但是我都會不時不時 真的不需要的東西 我真的沒有用的東西 現在我家裡最多的東西 是什麼呢? 就是我的水晶的貨 是不是? 我家裡 如果來到我的辦公室 看到好像很多 我家裡還有一半在這裡 那些物質我不可以丟 但是 我都會不時去拿它出來洗 洗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 可以去 靜心去 一個靜心的方法來的 就是洗水晶 去整理東西 我知道不是很多人 不是很多人很熟悉 怎樣去整理一些東西 怎樣去執拾一些東西 其實很容易 就是同樣 我經常都 我拍攝就說 為什麼你經常都可以找到 三四年前我們沒有用過的東西 你可以一找都找到 很簡單 就是同樣的東西 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對 永遠都是那類的東西 一定是在那裡放在那裡 收拾的東西 就是去組織 組織 OK 希望大家繼續看我的影片 我一會兒就帶大家來看一次我的家 但是在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接下來我會拍一些關於新生靈的東西 一些覺醒的東西 亦想提一提大家 覺醒是永遠都不會停止的 每一天有一天的新的覺醒 在我們靈性的道上 我希望我可以幫到大家 可以感染到大家 一些方法 一些新的靈悟 身為一個靈性導師 一個能量治療師 除了水晶之外 我會說 我亦都會說 一些生活上的小節 可以幫到大家 如何去尋找到快樂 封城 和感恩 今天 為何我會說 就是 整拾 收拾 家裡 物質世界的東西 從這樣開始 我們就可以 有這個動力去走前 多謝收看 下次再見 我會說 我會說 有這個動力去